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卢君洪台长作为世界和平大使 世界华人的心灵导师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与佛法已有二十年 卢台长以佛法智慧之光启迪人生 以仁爱慈悲之心感化众生 以舍己无畏之怀济世救人 无数人在跟随卢君洪台长学佛修心之后 明心见性 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身体健康 家庭和睦 事业顺利 灵验世纪举不胜举 受益人群不计其数 卢君洪台长也被尊称为 活菩萨 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卢君洪台长的弘法足迹遍及世界各地 包括亚洲 欧洲 美洲 大洋洲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全世界掀起一股学佛念经的热潮 并被世界各国的媒体关注与报道 现在 全世界已经有七百万佛友 跟随卢君洪台长学佛修心 作为佛法的极大成者 人类灵魂的心灵导师 卢君洪台长为世界和平与文明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与认可 2012年 卢台长应邀赴哈佛大学演讲 弘扬中华文化 并获得英国伦敦举办的世界宗教联合大会 授予世界和平奖及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卢台长还获得在英国国会上议院 颁发英联邦民族社区特别贡献奖 近年来 在联合国美国国会以及德国柏林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 卢台长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2014年 意大利九富盛名的西安纳大学 任命卢台长为荣誉课作教授 2015年 卢台长获得马来西亚皇室赐封拿都爵位 继去年新加坡法会圆满成功举办之后 卢军洪台长新系新加坡佛友 再次来到新加坡这片佛家净土 是观世音菩萨佛法之光普照有缘 今日我们有缘相聚于此 共沾法喜 共慕佛光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殊胜因缘 感恩卢台长 望我无畏 普度有缘 也特别感恩来自新加坡以及世界各地的 法师们 佛友们 义工们 感恩大家 现在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尊敬的卢军洪台长 请卢台长接受佛友敬献的鲜花 祝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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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莫观企与菩萨 观世音菩萨慈悲 龙天护法垂帘 让我们有缘 在新加坡广洁善缘 离苦得乐 再一次感恩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龙天护法 让我们人间的因缘 成为殊胜的佛缘 感恩各位法师 感恩来自全世界的佛友和义工们 你们的心情付出 谢谢 美丽的新加坡 慈悲善良的人民 让我们更加缅怀 前总理为新加坡 付出的毕生经历 使国家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之一 同时也让我们感到人生无常 人生短暂 让我们在这个美丽的国家当中 更多的慈悲 现出更多的爱 学习我们的前总理 让新加坡变得更美丽 让人民的心变得更善良 让全世界变得更和平 台长在年初 悉尼法会开示 就是在2015年 台长说了 飞机失事会越来越多 从马航到亚航 从上个月的德行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恐惧和压力 因为我们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我们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家庭呢 我们连自己的健康都保护不了 怎么让我们在人间感到有幸福 现在平安就是福啊 家中不出事就是万幸 2012年联合国卫生组织 曾经说了统计 全世界的死亡人数是4600万人 想一想 相当于几个小国家的人口 所以有宗教信仰 这是当今世界的一剂良药 信佛的人有菩萨保佑 每天做善事的人 他就不会去做恶事 就是行菩萨道 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就是在做好人 只有好人才会做善事 学观心菩萨的慈悲 拥有菩萨的智慧 好人一生平安 在人间 大家都有很多的磨难 很多人都想寻找一条好走的路 如果你不学佛 你说在人间想找一条好走的路 那最好走的就是下坡路 要在人间向上超越自我的路 都是艰难的路 学佛人的痛苦是暂时的 等到他开悟了 他就不痛苦了 而不学佛的人痛苦 那是一辈子受命运的折磨 有位佛友问台长 台长 我学过很多的宗教 法门太多了 我已经搞不清哪个法门最好了 台长你能告诉我吗 台长告诉他 选择一个你最喜欢 最适合你的法门 这就是你最好的法门 这个佛友继续问 台长怎么样才能在学佛当中 不走错路呢 因为我们没人指导 我们就知道烧香拜佛呀 台长说 跟着一个无私的老师 忘我的老师 和众多只知不出 没有自我慈悲众生的佛友 一起修行 你就永远不会迷失方向 被恨的人是没有痛苦的 比方说 你被人家恨 他自我是没有痛苦的 去恨别人的人 却是伤痕累累啊 所以很多人一辈子活在仇恨当中 他天天过的日子 像在地狱里一样 因为他饭吃不好 叫睡不香 每一天都去记恨着别人 台长告诉你们 一个人的回忆 由如握在手中的冰块一样 它会使你感到非常的寒冷 而且不管你把这块冰块握得多紧 它就会慢慢的消失 因为人的过去一定会消失的 你心里放不过自己 就是没有智慧 你心里放不过别人 就是没有慈悲 所以忘记过去 想一想未来 我们会得到更多的充实 想一想 我们有菩萨的保佑 我们有成千上万 善良的信众 和我们善良的佛友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一定会越活越好 有观世音菩萨的慈悲造药 让我们的心会变得越来越光明 有母女两个 女儿上个星期刚从英国回来探亲 她到上海之后 妈妈请她在一个饭店里吃饭 那么一名服务员 女的服务员 小女孩端菜的时候呢 比较紧张 突然把菜汁啊 撒了她妈妈一声 她妈妈非常的生气 刚要发脾气 恼火 这个小女孩服务生已经被吓得在边上 不敢讲话了 这个时候 没想到女儿马上站起来 手脚非常麻利的 就帮妈妈擦衣服 一边和蔼可亲的和服务员说 没关系的 我们回家洗洗就好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回到家之后 母亲非常不解的问 她做错 为什么像你做错一样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她呢 妈妈 你知道吗 留学前 我在家里也是什么都不做的 在英国我也去打服务生的工作 我也洗碗 打碎了酒杯 把汤撒在客人的身上 我惊恐万分 把我吓坏了 客人非常声势地说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而老板娘过来抱着我说 亲爱的 没有关系 让其他员工把碎玻璃扫掉 一句责怪的话都没有 女儿对妈妈说 每个人都会做错事情 妈妈 别人能够原谅你女儿的过失 为什么 我们不能像她的妈妈一样 去原谅她的过失呢 所以学博人 原谅别人 就是放过自己 放不过自己的人 首先伤害的就是自己 所以我们学博的人 一定要退一步 海阔天空 原谅别人 就是给自己 留出一条退路 佛法界说 别人可以违背因果 别人可以害我们 诽谤我们 但我们不能去憎恨别人 因为你遗恨他 首先我们的心就被污染了 马上破坏了我们一颗清静的心 因为我们有恨了 所以我们的完整的本性 因为你恨别人被污染 别人的因果是自己受的 我们不能用别人的错误再来伤害 我们已经很痛的心了 所以原谅别人 不憎恨别人 这就是智慧 这就是人鲁波罗蜜 每天念经 念礼佛大忏悔文 就是一个修行的最好的习惯 因为我们每天在人间 都会做错很多的事情 其实习惯就是将自己的信念 转变为一个习性 每天我相信观世音菩萨会救我的 天天这样做 时间长了 你就相信菩萨会到你的生活中来 你的思维的转变 你的行为的转变 那就是一个过程 所以当一个人有信的时候 他一定会有愿力 我一定要让我孩子考上精英中学 所以我天天洗澡摸黑 为了孩子 我给他请老师 我督促他好好学习 有这么一个信 他会早起有这么个愿 我们学博人也是这样 我们知道我们以后 终有一天要回到我们母亲的怀抱 回到观世音菩萨妈妈的怀抱 所以我们天天有愿力这么念经 许愿放生 成就自己的功德 时间长了 就会有愿力 有了愿力之后 我们才会有定 所以要懂得人定的下来 才慢慢的才能改变自己 台长要让你们养成一个好习惯 起初我们养成的习惯 后来习惯又造就了我们的成功 好习惯的人就能产生智慧 有一天 美国总统林肯 在插正好在路上 就是走路的路上 再插一下自己的皮鞋 有一位外交官 就是他的外交官 看了之后呢 他不怀好意的就跟林肯说了 总统先生 你是不是就是经常插自己的皮鞋吗 他实际上这个意思 你们都听得懂的 广东人插鞋好像叫拍马屁 然后话中有话 暗含讽刺 但是呢又让你抓不住他的把柄 林肯机智的回答说 是啊 但是你又是经常插谁的鞋呢 社会上有很多人自作聪明 经常攻击别人 所以学博人要自立 要圆融的语言 来用圆满的智慧 来爱护别人 爱护自己 永远要尊重别人 他才不会伤害自己 记住了学博的人 心像大海一样的宽 不管你把木枝倒在我的水里 我照样把你染成蓝色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水 我照样让你变得清澈 我们海纳百川 心中有佛 我们一定会成为一个佛的智慧者 所以一定要懂得心胸宽大 那才是学博人的心胸 那才是菩萨的心胸啊 佛陀和弟子在一起 弟子就问佛陀 佛陀世间为何这般苦啊 佛陀悦 就是佛陀说了 只因不失自我呀 其实人一生 为什么会做错这么多的事情 被人伤害 或者去伤害别人 是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什么 不认识自己呀 在人间你到底想干什么 随波驻流啊 不知本性 贪欲诚信 才会生出诸多的烦恼啊 想一想 能够了解自己 更能够了解别人的人 他不会生烦恼 我们人间很多的事情 就是因为父母亲不了解孩子 才会生出烦恼 丈夫不了解妻子 妻子不理解丈夫 才会生出越来越多的烦恼啊 所以懂得尊重别人 了解别人 用圆融的智慧心去包容别人 这就是佛的智慧 这就是人间的智慧 好好学吧 很多人苦难重重 经常来问台长生活的磨难 怎么解决 他的心为什么放不下来 为什么今天很开心 明天不开心 台长告诉你们 心像一面镜子 你对他笑 他就对你笑 你对他哭 他就对着你哭 他造到的善 你就心中存有善 这个心看到的恶 你的心中就存有恶 所以生活的成功者 是让自己的心提升境界 把人间的一切 要想通 想明白 超越自身狭隘的利益观 也就是说 不要被眼前的积德利益所蒙蔽 因为我需要这个东西 所以我不择手段的要去把它得到 实际上你会失去的更多 你会面对的烦恼的人生 笑得出来的人 那是想得通的人 就像今天来参加法会的人一样 你们今天还能笑得出来 你们还能想得通 那么你们是有智慧的 还有很多人想不通 一生的烦恼 他就是没有开悟 台长希望你们懂得 生活其实无限美好 在于你的心 痛苦不堪 也是在于你的心 我们学博人 要把欲望放得最低 心量要放得最大 智慧越多 你的慈悲心就越大 人生实际上是在宽容和悲悯中走出来的 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我们宽恕了别人 我们又长大了一点 我们悲悯别人 感恩别人 我们又长大了一点 伟大的人格才能成就伟大的人生 菩萨的心肠才能做出成全众生的善事 台长说一个小笑话给大家听听 现在人的气量是越来越小 脾气坏 对人不尊重 现在的人不能形成完美的人格 报复心非常的强 在四川有一个男子 他到银行里去办事 与营业员争吵之后 他非常的生气 因为他不满意他的服务态度 他就将一百元换成一百块的硬币 去存银行 他去存了一百次 我就让你累一点 看你拿我怎么办 所以现在人的心是扭曲的心 一种不知常态的心 一种报复和仇恨别人的心 让你活在非常痛苦的人生煎熬当中 讨伐古时候 中国古时候的故事 讨伐董卓之后 曹操大家都知道 和袁绍打仗 当年的袁绍是良将百千 这个军队是浩浩荡荡 百万大军 他的军力远远超过曹操 但是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布施人 他最后的结局是吐血身亡 袁绍死后 曹操第一件事情 就到坟上去哭记袁绍 有人查到曹操的手下 在给袁绍写密信 要投降 但是曹操知道了这件事之后 他根本不起追究 他说把这些纸信全部给烧了 和部下说 曹元帅 这么多的人想偷奔他 这些人不好啊 曹操说 不要说他们了 就是我打败仗的时候 连我都有投降之心 所以原谅他们吧 有人在战败前 有人在战败前写信给袁绍说 曹操怎么不好 并写得很恶毒 被俘之后 曹操不但没有杀他 还说他文章写得很好 这就是建安妻子的成林 学博人更要有品德 要有气度 要理解别人的思维 别人的恶言 你完全可以作为自己的增上缘 历史上很多名人之所以能够成功 他们首先的就是气量大 所以我们在人间学博做人 首先要学气量大 一个整天活在别人的眼睛里 别人嘴巴里而不能自拔的人 这个人是没有度量 没有气量的人 这种人是学不搞佛 他会走火入魔的 我们人的过去一夜 不能把它经常翻开 人在翻旧的一夜的时候 会带来很多的灰尘 而这些灰尘会迷惑你的双眼 所以在学博精进当中 因为我们的自私心 想着为自己的利益 那你就会有漏 漏了就是后退 漏了就会堕落 所以学会守意念 守行为 守气场 台长告诉大家 意念要正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先把别人往好的地方想 你的心会开朗的 守行为 不管做什么动作 不管做什么事情 首先要想一想 我是不是菩萨的行为 因为我在学菩萨 守气场 想一想 我今天是不是在浪费生命 浪费自己的气 我们说一个人的死亡 就是气数已尽 过去古时候 一个国家的灭亡 也叫气数已尽 气有数量的 等到一个人在医院里 将要死的时候 他没有力了 他没有气了 所以才叫断气 希望大家守住气 不要再喝酒啊 讲啊 吹啊 浪费 无味的气场 这些会伤害你的寿命 伤害你的根基的 所以要多用这些 人中的善良之气 好好的念经 好好的去度人 好好的去做菩萨的事情 那你才会养成 我们人间的浩然之气啊 为什么法师 开悟之人话 越学越少啊 因为他们开悟了 所以你不管跟他们说什么话 他一句 我弥陀佛呀 想一想 我们要明心见性 我们才能明白 这世界上的一切呀 才能在人间成为菩萨 记住 菩萨是慈悲和智慧的代名词啊 我们在学习智慧 学习慈悲啊 所以学博的人要真诚 就是处事行事的最好方法 现在的人都不笨啊 你骗他 只不过他没有拆穿你啊 他心中都明白 你是为他好 还是想赚他的钱呢 所以诚恳 真诚对别人 你就是修心养性 以真诚来做 用真诚来做你的人生 学博知识 你就是学到了钻石 请记住 钻石就是我们心中之宝 那就是我们的本性和良心啊 台长经常呢 在 在那个广播里天天回答大家问题 那么就是在前几个星期 一位女听众打进电话来 她呢 请台长帮她看看图腾 台长呢 看出这个男士身上啊 有个大灵性 眉毛短短的 咧着嘴巴在笑 非常像她的兄弟听众 马上就说 她曾经梦见过这个人 到她的梦中来过 实际上就是灵性 台长还说她 这位男士现在被灵性盯住了 所以大脑极度的衰退 前讲后望 手会发抖 眼睛发呆 需要念八百张小房子 下面我就给大家听一听 这段录音 谢谢大家 罗队长您好 您好 请帮我看一下 一个62年属虎的 一个男的 有一个大灵性在她身上 笑嘻嘻的 哦 是个 是男的女的 男的 眉毛短短的 嘴巴脸都笑呢 像她的大哥 也不要像她的弟弟 哦 哎呀 我梦见过这个人 看见了吗 哎呀 就是 看见了吗 像她那个 像她一个 特别像她一个哥哥 对 笑嘻嘻的 对对对 看见了吗 对对 呵呵 这个盯住她 要叫她变成大脑 肌肉衰退 然后到了后来就变老年痴呆 哦 现在我告诉你 现在还要多少啊 现在我告诉你 这个男的 现在不单是记忆力不好 而且手都有点抖 对对对 他有个检查的时候 医生就是提醒 其实他说他这个手 写字的时候有点抖 看见了吧 我告诉你 他现在的脑子已经是前讲后忘记 哎 就是就是这样的 刚刚跟他讲 他就忘记了 对对 而且有时候眼睛盯着你看 有点发呆 对对对 就是那样的 其实按照他正常的这个年龄段 应该也不算很大 记忆力完全应该有的 现在被那个灵性 每天在搞他 哦 那他现在还要多少啊 还要八百张呢 还要八百张念 对 我们会坚持念的 谢谢 实际上人应该学会忏悔 因为忏悔实际上是心灵的一种生活 忏悔是心灵的清洁剂 因为我们人很脏啊 每天想着很多不好的思维 动着别人的脑筋啊 所以我们的心没有干净啊 常常的忏悔会使人的内心 丰富而变得充实啊 忏悔后的淡定 使人变得更加的成熟和自信 所以我西所造诸恶业 既有无始贪嗔痴啊 一切我今皆忏悔 学佛人心正 修生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所以 一切都是你的心所造成的 你的心正 你的人生就正 你的心不正 你的人生就会有挫折 人间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从心开始的 所以我们说起心动念就是你的因啊 所以你每天与你的心在打交道 你在寻找你心中的感觉 人间的得失千万不要挂在心中 其实是你的心中的觉受而已啊 人实际上快乐也是一种感觉 痛苦也是一种感觉呀 很快就没了 想一想 打针之前害怕痛 当医生一针打下去痛一下 拔出来 这个觉就没有感了 所以感觉这是一刹那的 所以心灵的感觉 其实这种得失 并不是你真正拥有的东西 可能我讲了深了一点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方说 别人的钱财 放在你这里 这时候你的心是不认可 这个钱是你的 所以你还是没有觉得 这个是我的钱 对不对 再举个例子 你虽然住的房子 但这个房子是你租来的 虽然是你的家 但你的心没有认可 这是你的家 永远感觉不是你的 这就是你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人的 人生当中的快乐和失落 都是你的一种感觉而已 想一想 我们年轻的时候 在学校里的时候 我们痛苦过 我们幸福过 现在这种觉又到哪里去了呢 没了 所以拥有一个今天 才会获得一个良好的明天 拥有昨天的人 是看不到明天的人 希望大家 修心学博 修的就是你这个心 要让我们这颗慈悲的心 去拥有我们这个世界 学博 实际上学到后来 完全是一种境界 很多人一生活在 咒骂别人 称恨别人 嫉妒别人的生活当中 他带来了无限的痛苦 而学博人 与纯洁为缘分 我们纯洁的心 和善良未有啊 想一想 今天在座的人 我们都是善良的学博人啊 我们不会害别人 但是我们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 我们学博人的纯洁和善良 有时候被世俗之人看成很傻呀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傻的 然而恰恰是这种傻 才能舍得为众生付出啊 而那些所谓的人间圆滑之人 总会被别人看穿的 会被世人所唾弃的 想一想 傻得可爱 因为我们就是要为这个世界的和平傻 为人间的幸福傻 我们就是为众生成婆 而情愿做傻事 有三个工人 在工地上七墙砖 有人过来问 哎 你们在干什么 第一个人 非常丧气的说 没好气的说 没看见吗 七墙 第二个人 抬起头笑笑说 我们在盖一幢大楼啊 第三个人 边干活 边唱着小曲 唱着歌 很开心的说 我们正在建设一个新的城市 十年之后 第一个工人 还在另外一个工地上 七墙 第二个工人 坐在办公室 在画图纸 他成了工程师 而第三个人 就是前面两个人的老板 他成功了 所以平凡的工作 也需要勇气和智慧的 学博念经 越念越快乐 我们平凡的学博人 因为我们心中想着 我们有回天之路 我们有家 所以要想超脱六道轮回的人 才会真正的放下 我们今天 平凡的每一遍经 每一件善事 每一次的付出 就是为我们心中 基成一个慈悲大道 回天之道 回到彼岸 能够见到我们的母亲 观世音 菩萨 学佛人 必须要懂得一个事情 忍耐 你才能战胜一切 学会放弃 要经得起诱惑 其实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人的一生 其实是两个字造成你的 两个什么字 叫选择 一个人的一生选择了对 你的一生充满的快乐 你的一生选择错误 你会在错误当中痛苦不堪 我们选择太太 选择自己的先生 我们选择工作 哪一件不是在选择当中 我们选择交朋友 是交善友 还是交恶友 也是在选择当中 所以懂选择 人生才会一生平安 学佛人也是如此 选择自己 最适合自己的把门 好好地念经修行 八万四千法门 条条法门 都可以让我们修成 回天之路 所以要想成佛 一定要好好地选择 我们有人一生选对职业 有人一生选对家庭 选对自己的前途 就一生快乐平安 所以这个选择 就是我们人应该懂得的 智慧来选择 而不是靠着聪明 因为聪明是计量利弊得失 而智慧的人 勇于舍 这样的选择 才会让你心无挂碍 无挂碍 有的人经常说 这个好 那个不好 说三道四 实际上要记住 人总有缺点的 不可能完美的 台长告诉大家 有一位养鸡的农夫 这个人曾经被人家 其他宗教信徒打过交道 他觉得他们不可靠 讲的都是嘴巴的一套 做的又是一套 拒绝所有的宗教教徒 来跟他传道 来跟他讲话 所以养鸡的农夫 他们因为他吃过亏 所以他就认为 别人来跟他讲 都是嘴上仁义道德 这个心中呢 又是想的都是 这个十分的恶劣的事情 那么有一天 有一个信徒很有智慧 来劝他了 那么这个养鸡的老板呢 又跟他讲了这些话 你们不要跟我讲 你们都是怎么怎么 这个信徒非常有智慧 他就说 我买你一个鸡可以吗 这个农场主说 可以啊 他就挑啊挑啊 挑了一个快要死掉的温鸡 他说我要买这只 又脱毛 又要病倒的鸡 农夫一脸困惑说 我农场里边这么多鸡 各个熊啾啾气昂昂的 你一个都不要 为什么要挑这个快要死的脱毛的鸡 结果这个信徒就说 我要把你这只鸡养在我们家的门口 对路过所有的人说 我是从你这里买来的 这个农夫非常紧张的说 我的哪一只鸡不好 你为什么要挑这只鸡 唯一的就是这只鸡例外 这个时候 你拿我这只鸡 他说你拿我这只鸡 能代表我所有养的鸡的质量吗 这个时候信徒就说了 你难道因为几个信徒的不良行为 否定了我们所有信宗教人的良心吗 学佛人要懂得不能以偏概全 因为吃了一次亏 上了一次当 就怀疑所有天下的人都不是好人啊 因为一次失恋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认为异性都是骗子 所以每个人所做的是人生拼图的一小块 不能拿这个一小块拼图不好来否定全盘 所以这就是台长说的 有一个教授在上课 他拿出一张白纸粘在黑板上 在白纸上当中点上一点 问Peter请你站起来 你看老师在上面有什么 这张白纸上有什么东西吗 老师有一个黑点 同学们你们大家在黑板上看见了什么 全部的同学举手 一个黑点 老师说你们为什么没有看见这张白纸啊 这么一张白纸都是优点 为什么你就盯住人家一个缺点呢 一个人这么多的善良 为什么你非要盯住他一个缺点不放 太太一辈子嫁给你 为你家里付出多少 为什么他的一个缺点 为什么他的一个缺点 你一个大男人就咬住他不放啊 这么怎么不鼓掌了 你们女士应该先鼓掌啊 我帮你们再讲话了 你看 所以记住了 我们告诉大家 何必又要非要坚持自己执着的某一个观点不放 夫妻吵架 不就是因为老公认为他是对的 太太认为他是对的 所以才会吵架吗 如果两个人都以为自己是错的 那就不会吵架了 台长告诉你们 现代人的一些现象 你们好好地深思一下吧 现代人啊 财富在增加 但满意感天天在下降 我们拥有的越来越多 但快乐却越来越少 我们沟通的工具越来越多 但往我们的感情交流却越来越少 我们认识的人越来越多 但真诚的朋友却越来越少啊 现在家里什么都有 就是没有好心情啊 精神是学博人的基础啊 想一想我们怎么样在每一天活着呀 与其每一天 每一天痛苦地活着 还不如快快乐乐地活着 想到未来 想到人生无常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为什么不早点放下 与其 总有一天要放下 还不如早一点 还不如早一点把它放下 记住了 每个人都想快乐 快乐来自于哪里 你们知道吗 快乐来自于想通开悟 知足常乐 痛苦来自于哪里 你们知道吗 痛苦来自于烦恼啊 烦恼来自于哪里 贪啊 欲望太多 越贪越烦 越烦越要贪 贪到最后 就会变成人生的痛苦 所以解脱痛苦 就是菩萨帮助我们的 学佛之根本之一啊 台长 告诉大家一个笑话 现在的人为了达到目的 不惜一切手段 你们好好听啊 听得开心要鼓掌的啊 你们不鼓掌 我不讲了啊 晚上 一个男的和他老婆两个人回家的路上 突然之间 跳出三个手拿 这刀蒙面的抢劫犯 对着 他们两个人说 给我站住 你们两个可以走一个 这个时候 男的奋不顾身的 把老婆一推 老婆你快走 老婆一走后 三个人脱下面具 冲着这个男的说 哥们 找你打一个麻将 还要装强盗 还有呢 还没讲完呢 很精彩啊 结果 结果五分钟之后 这个男的还假装打电话 太太 你快点往我卡里打五千块钱吧 这是一帮小贼啊 他们要的不多 你千万不要报警啊 他们说 关我一个晚上 明天早上 他们就会放我的 半个小时之后 他老婆就把五千块 打到他的账上了 打到他的账上之后 男的用了五千块钱 在麻将桌上 战斗到天亮 结果还赢了五百块 这个时候 他拖着疲惫的身体 回到家里 老婆一夜 提心吊胆 赶紧凹 舟又是给他吃 西洋生补品 做菜 并含着眼泪 老公啊 关键的时候 看得出 你对我是真好 以后你要吃什么 我都给你做 这个笑话 说明 现在的人 为了自身的利益 不择手段 不顾别人的感情 所以我们学博人 需要好的磁场 就是好的环境 如果你教了不好的损友 会把你的佛性灭 剧灭的 所以会伤你的佛性 常听别人说坏话的人 会断你的毁命的 所以你们交朋友 一定要当心啊 你们交的朋友 如果经常在你边上 说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说是非者 就是是非人啊 真正的学佛 是争败佛 必须结交 争修的佛友 在今天在座的 有多少我们的好佛友 天天在念经 在许愿 在帮助别人 在做功德 皆教他们 你天天接近佛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真菩萨 就好好地学佛 懂得和善知识 交朋友 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善人 师父 师父经常在节目当中 有一位听众是白血病患者 也是最近的事情 卧床不起 医生已经放弃治疗了 相当于已经死了 他母亲每天三点钟就起来念经 三个月念了三百八十多张小房子 现在明显好转 都能下床走路了 另一个癌症呢 是通过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 癌细胞突然消失了 台长在梦里嘱咐他 你千万不要做化疗啊 因为他还有疼痛 才看了医生 结果医生呢 就说 哎 你疼痛是吧 再做一点化疗吧 结果他没把台长的话当回事 做了化疗 一做就死了 临死的时候 他才后悔的说 我不该听不听台长的话 下面请大家听一听这个录音 谢谢大家 再给你反馈两个 第一个案例是 什么一个同学住了 那个台湾的一个 有儿子得了白血病嘛 就说卧床不起了 但把他三点半就起来念经 然后念了三个多月 念了三百八十多张小房子 就把他儿子救好了 他儿子现在已经明显的好转了 现在能下床走路了 但是白血病我们都知道 是很难治的 白血病就是血癌呀 一生都不给治了 然后都这样等死了嘛 然后真的是 他这个母亲也比较精进 也相信官司音菩萨 能救他儿子 三点半就起来念经 所以我们都很感动 我们听了的时候 一定要对师父反馈一下 让我们相信心灵法门 相信师父 相信官司音菩萨 信就得救 然后第二个案例是 一个那个河南的一个老同修 他那个也是比较精进 然后他也祝他弟弟 学习心灵法门 结果呢 他弟弟前面时间查出有癌症 然后查出癌症之后 也按到我们心灵法门的 三大法宝在运作 结果后来这个 那个也好了 好转了 癌细胞消失了 但是呢就是因为他这个 这个那个病还 那个就还疼痛 全身疼了 他就他就那个 呃又去找医生 但是他在找医生之前呢 他梦见您的法神告诉他 说千万不要做做化疗 呃他他听了之后呢 因为他因为当当休嘛 也没当回事 等他去找医生的时候 医生说 你虽然癌细胞不见了 那你回身痛的话 还是要做化疗的 他做了不到几天就死掉了 师父 哎呦 他死之前他就后悔了 他说 哎呦后悔没听台长的话呀 真的师父你说 这不是真的不是冤死吗 哎呦 台长已经到梦里去跟他讲了 法神啊 跟他讲叫他不要做化疗 你看一做做死了 他不听台长话呀 死之前后悔死了 说我不该听不听台长的话 谢谢 人啊真正的菩萨 不是泥塑木雕的 所以我们拜的这个菩萨 并不是真正的菩萨 因为我们是拜的菩萨的精神啊 所以如果你的周围 能做善事能度人的人 能闻生救苦的人 到处帮助别人的我们的佛友 他其实就是你人间的菩萨呀 我们学菩萨是学精神 如果一个人 穿着观世音菩萨的服装 打扮了一个演员 像观世音菩萨很像 难道你就跟他学佛了吗 所以学的是千千万万 在人间已经在行菩萨事 做菩萨道的那种佛友们 所以我们要多多的 跟周围的弘法人 菩萨人好好向他们学习 学佛的第一步 就是要少欲知足 因为智慧是学佛的根本 那么怎么样让自己有智慧呢 就是要少的欲望 然后多多的才能知足啊 我们仍要发现和挖掘自己 我们的本性 我们的本性到底是什么目的到人间来 我们的目的到人间来 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烦恼再多 我们因为不能改变烦恼 那么我们才会痛苦 如果你有烦恼了 你马上都能保持内心的清静 你能想到这个人间一切都是虚无空患的东西 所以你感觉到生是菩提树啊 勿使惹成哀啊 这样你的心就会去除烦恼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善良的人 是干净的身体 我们为什么要去惹人间这些城市呢 台长告诉过你们 心中不要认为这个事情是对的和错的 因为你觉得是对的就是是 这个事情是对的是真的 是了你就会有非 如果你的心中没有是哪来的非呀 所以是非是非 就是你认为这个事情是对的 才会在你的心中产生不对的东西 人间都是缘分 哪有什么是非呀 都是冤结来的 因缘果报来的 我们要懂得这些玻璃 我们才知道 红尘中到处是尘埃 用佛性常关照自己 生活的烦恼 犹如大海的波涛一样 一浪接一浪 永远不会停的 学佛人冲破烦恼的波涛 才能自信光明啊 希望大家懂得 菩提本无数 明镜夜飞台啊 现在的人 你对别人真诚一点 人家会理解你一点 你经常说假话 反而会被人家看不起 是召见自己 在1928年 大作家沈从文 他被时任中国公校的校长胡适 任职为讲师 当时呢 沈从文只有26岁 他的学历只有小学水平 但是他的散文 在全中国都是赫赫有名的 但是大气早晨 不代表有名气 一定有胆气 到了学校第一天上课 他面对着渴望 知识的学生 这位大作家 把第一节课的内容 仅仅用了十分钟 全讲完了 讲完之后还没下课 怎么办呢 他非常紧张 下课还早 他没有信口开河 他也没有撑面子 拖时间 而是拿起粉笔 在黑板上 公公正正的写道 今天是我第一天上课 人很多 我害怕了 这句老实可爱的话 引起了所有全班同学的掌声 学佛人要坦言失败的真诚 今天我没有学好 就是没有学好 我今天修的不够 我就是修的不够 我今天不是表面装出来的菩萨 我是内心拥有的菩萨 我今天不能原谅自己的事情 我就不能原谅自己 好好念礼佛 经常检点自己 不要随机应变的聪明 那会伤害你的会命的 因为人常和别人承认错误 你会赢得更大的成就 诚实学博 真诚待人 你还有诚心做事 这叫三诚 大家记住吗 诚实学佛 真诚待人 诚心做事 这个是三诚 是学佛的基础之一 其实人做错一件事情 根本没有关系 人做错一件事情 失去了只是一种机会 而得到的是一个经验 让自己不会再做错事情 拥有成功的机会 世界上的人 常把生命当中看得太重 把自己哎呦 这个事情不行了 哎呀 那个事情要出事了 觉得自己是最伟大 最了不起的人 这样他把会命看得太轻 只要在人间一种诱惑来了 你的心就会失去常态 平衡 实际上人最大的敌人 不是别人 没有一个人会指着你 叫你去难过 叫你去烦恼 让你去自杀呀 因为人战胜不了 都是自己呀 因为人最难过的 也是让自己过不去 常常的开悟 常常的检查自己的言行 忏悔自己 那就叫参悟啊 德国航空公司一架飞机 一位副驾驶员 因为他脑子有病 想一想 他想自杀 结果让整架飞机 150名乘客 全部成了他的陪葬 想一想 现代人哪有安全感呢 平安就是福啊 知足就是受啊 现代的忧郁症 恐惧症 还有自闭症 已经是当今社会的毒瘤啊 造成的自杀 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伤害了多少的家人和朋友啊 希望大家好好念经学博 不要再去伤害社会 伤害家庭了 一定要交好朋友 一定要学博 常念心经 台长包你 不会生忧郁症 恐惧症 还有自闭症 心经真的好啊 心经一念 菩萨就到 我突然之间想起来了 在我刚刚上来之前 有一位 我们墨尔本的佛友 他真的是 一直眼睛看得见菩萨的 他很厉害 今天也来了 他刚刚给台长写了几个字 我本来不想讲给你们听的 因为很多是新来的 所以我想讲了 怕他们万一不相信 但是呢 我想呢 这么多的佛友在 还是让大家 发喜一下吧 你们如果 尊敬的师父你好 我是来自墨尔本的弟子 今天早上 我来到法会现场 看到了一幅 无比殊胜的景象 非常激动 我看到了伟大的佛祖 释迦牟尼佛在主席台的上方中央 左边是身穿白色纱裙的 观世音菩萨 佛祖微笑地与观世音菩萨讲话 四大护法站在主席台的四个脚上 威武庄严 还有两条白色的龙 在主席台山水画的两边 上午十一点半 巨大的莲花座 从天而降 莲花座外 边是金色的 里面是粉色和白色的 就降落在师父的座位上 在法师们的前面 神仙和天兵天将 已经将主席台 团团地围住了 护佑着 庄严的主席台 以上的情景 是我亲眼所见 绝无半点虚言 感恩大慈大悲 就会去那观世音菩萨 大家感觉到今天法喜吗 教你们一个方法好吧 身上有病的 脑子不好的 或者有什么烦恼的 待会赶紧趁机会 祈求 菩萨都在 告诉你 现在我不敢动 观世音菩萨就站在我后面 好好学佛呀 庄子月 庄子 中国的庄子月 人生天地间 若白居至过西 出然而已 对待人生 大家记住 庄子的意思 人生就在天地之间 大家想一想 哪一个动物是头顶着天的 全部只有人是头顶着天 脚踩着地的 就是猴子 太像人了 但是他还是背朝着天 所以人生天地间 如白居之过西 就是一顺眼就过了 忽然而已 就是突然之间 人就没了 想一想 今天你跟一个朋友说再见 可能你一辈子就再也 见不到他了 这就是人生啊 台长记住 让你们记住 昨天是我们的基础 今天是行动 明天是计划 珍惜眼前所有的一切 让昨天少一点遗憾 今天才能多一点快乐 才能计划出明天的灿烂辉煌 台长告诉大家 有智慧的人 今天做明天的事 愚蠢的人 今天做昨天的事 总结昨天 把握住今天 畅想明天 才能过好你的每一天 人间真情 哪里有 珍惜就是拥有 珍惜今天的因缘 珍惜我们的菩萨 给我们带来的 这么好的佛法 珍惜人间所有的爱 你就会拥有人间 更多的慈悲爱 有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青年人 因为车祸而失眠 失眠眼睛瞎子 他谈恋爱之后 从不知道女友 女朋友是长什么样子的 有一年 他的女友也得了胃癌 临终的时候 这个女朋友 将他的眼睛 就是将他的眼角毛 移植给了他的 这位男朋友 这位男青年 恢复眼睛光明之后 第一件事情 就是找他的照片 来看一看这个女朋友 然而只找到了 他留下的一封信 信封里 只有一张空白的照片 没有图案的 照片上写的一句话 你别再想我 长什么样 下一个你爱上的人 就是我的模样 人间的情感 很感人 但又很苦短 所以我们怎么样 要珍惜 想一想我们恋爱的时候 我们的亲人 我们的孩子 都这么爱过我们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 为了一点点的小事 像恨仇人一样 这么去对待他们 为什么人不能把别人好的事情 多想一想 为什么整天要去 想别人不好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在人间 找到我们佛情 我们要忘记 我们在人间的一些苦难 我们在人间要找到我们吃苦的因 才能解脱我们苦难的果 学婆就是杜尽人间一切苦恶 无苦及灭道 能除一切苦 才能真实不虚地活在人间 摩合波罗波罗 波罗蜜多呀 今天的开悟 是你明天成佛的基础 开悟人生 那才会拥有真正的佛法人生啊 好好的学佛呀 只要在人间 人生 记住是没有永远的圆满的 因为人道就是让你来吃苦和宵夜的地方 学博人的知足就是人间的圆满 今天我知足了 我的心就圆满了 当我不知足的时候 我永远觉得自己是痛苦的 希望大家学会从遗憾中 领略心中的圆满 没有分离那来的相聚圆满 没有被人骗过整知真诚的可贵 没有尝过人间的甜酸苦辣 又何来菩萨的救度众生 圆满人生就是我们要学会 珍惜和付出 而不是我们要在人间拥有多少不贪的人 心事圆满的 学博的人 那是超脱人间欲望 超脱了对人间一切物质的需求 我们就是要让自己拥有一个不被人间任何物质所利用 不被人间任何所束缚的心理的自由空间 人在缘分当中生活 一段缘分结束之后 又会有另一段缘分出现的 所以人要珍惜缘分 有一个孩子爸爸妈妈离婚之后 跟着爸爸跟着妈妈生活 爸爸呢又有了一个家 又有了一个女儿 这个女儿他觉得自己 原来这个女儿他觉得自己是多余的 他非常的自卑很难受 他下定决心 我这一辈子再苦再难 我也不会打电话找我父亲帮忙 结果他的生活当中 真的碰见一件大事 他还是请自己的老爸给帮个忙 事成之后 他发了一个短讯 给爸爸说谢谢 刚刚在手机当中打出两个谢谢字 心里痛得跟抽筋一样 过一会儿 爸爸回复了两个字 傻瓜 学佛后才知道珍惜啊 人间在离开之后 才知道拥有的可贵啊 很多人就是在不知不觉 将你的缘分流失了 所以珍惜姻缘的人会拥有姻缘 珍惜孩子的人会拥有孩子 珍惜你生命的人会拥有生命 珍惜博靶的人会拥有佛法 我们学博人活着 是为别人想的 为别人活的 一个有自私心的人 永远造不出一个善良的人 人间的一切尽在缘分当中啊 为众生的人就要修净行 就是干净的行为 如果我要帮助别人 我一定要很干净 所有的善根要成就众生啊 所有的善根要修行菩提啊 不伤害别人 你就永远不会被别人来伤害 中国传统上讲 敬诸者赤敬目者黑 在末法时期 台长给大家最好的劝告就是 跟好人交朋友 因为好人一生平安 跟远离恶人 你就远离恶道 所以台长告诉你们 连家里养畜生都要注意 因为他们毕竟是畜生到的 所以很多人抱这个狗 抱这个猫 左倾右倾 脸天天看着它 自己在照照镜子 有点像猫 有时候又照照镜子 有点像狗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和一个好人 善良的人交朋友 你会越变越善良 和恶人交朋友 你会越变越恶 有如你今天如果坐上了 精神病飞行员的飞机 你就会陪葬啊 和烦恼人交朋友 你会变得越来越烦恼 和学博人交朋友 你会变得越来越像佛 一个儿子养不起母亲了 他狠心决定把母亲背到一个很高的山上 把母亲丢在那里 傍晚 儿子吃完饭 跟妈妈说 妈妈 我们到 我背你到山上去走走吧 母亲 说好 孩子 结果吃力地爬上了孩子的背上 儿子一路在想 把妈妈再背得高一点 高一点 因为他就不会下来 就把他丢下来 但儿子突然看到妈妈在他的背上 一路在撒那种豆 在撒豆子 儿子生气的就问 妈妈 你撒豆子干什么 结果母亲的回答 让儿子泪流满面 母亲说 傻儿子啊 我怕你等一会儿 一个人下山会迷路的 妈妈 妈妈 永远是妈妈 母亲永远是为孩子着想的 哪怕牺牲自己 她也是理解别人的 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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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是菩萨 她为了众生 哪怕牺牲自己 也心甘情愿 为了能让别人活得好一点 自己可以活得累一点 辛苦一点 这就是我们的观世音 菩萨妈妈 为了让众生 离苦得乐 不再烦恼 我们的圣人 孔老父子 周游列国 宣传 路加思想 我们尊敬的耶稣 为了众生 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 替众生 悲业 我们伟大的 伯陀 为了众生 舍弃 王位 为人类 找掉一条 离苦得乐之道 我们慈爱的母亲 观世音菩萨 慈行普度 吃尽人间 千辛万苦 救苦救难 多少人癌症好了 多少人有孩子了 多少人家庭团聚了 多少灾难 让我们躲过了 这就是慈悲 这就是菩萨呀 感恩大家 师父感恩 今天 我们人生难得 做一个人很不容易 我们苦了半辈子了 我们迷惑了将近一辈子 我们不能再这么生活下去 我们一定要开悟 我们一定要懂得珍惜因缘 要懂得慈悲心去对人 所有的恶都是因为心造成的 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佛 今天台长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观世音菩萨 也谢谢所有今天到场的我们的佛友们 感恩大家 感恩大家 谢谢 让我们再次以最热烈的掌声 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君洪台长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开示